欢迎来到JChannel,我是竹子 该支影片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目前购物游戏中的 谨慎还可辅出的各大幼年宝可梦 以及就是他们可以辅出的对应宝可蛋 那另外也会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目前购物游戏中 闪光赫拉克罗斯的一个生成几率 好了,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先看看目前还可辅出的一些谨慎的幼年宝可梦 那其中包括就是盗管后补给站所获得的五公里 但目前还可以辅到波克币 然后的话呢,一样 盗管后补给站获得五公里 但还可以辅到小果然 以及就是同样盗管后补给站获得五公里 但可以辅到盆柴怪 那另外地区限定方面的盗管后补给站获得五公里 但呢,也可辅到模拟泥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盗管所获得的十公里 但词里面可以辅到平民生从里欧路 时时刻刻冒险奖励所入手的十公里 但里面也可以辅到里欧路 再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目前最新收获到 关于就是十次过后呢 闪光版本赫拉克罗斯在目前购游戏中的一个出现率或是生存率 那根据目前的十次呢 那统计所有的这个补抓结果 那总共补抓的次数为81547只的赫拉克罗斯 那其中的话目前只有出现了1462只的闪光版本 那目前的百分比为1.79% 相比之下其实这个生存率真的是低的可怜 所以大家如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入手到赫拉克罗斯的闪光版本 不要怀疑哈 不是这个观众或训练师们的运气不好 而是这一只闪光版本的宝可梦 其出现率或生存率真的是太低了 那再努力一下吧 那以上就是有关目前收获到呢 跟大家分享还有补充在购游戏中的一些小资讯 希望该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到大家 影片时间差不多哦 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 影片最后言论呢 仅仅参考 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按赞 分享 还有打开小铃铛 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因此 א